真言二十八章九节 转耳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为可证 转耳不听 原文是分词的时态 表明是持续不断的转耳不听 而律法原文的意思是指引教导教诲的意思 所以这一节的意思是说 一个一直不听神话语教导的人 他的祷告也是可厌恶的 因为不听从神的律法 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犯罪 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所说的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而罪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 当然祷告就不通了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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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违背律法 不讨厌 那么没有 不讨厌 就不断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